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因为这个重庆燃气表的事情 这个燃气表呢 突然就备受瞩目了起来 2024年4月21日又爆出来了南京的燃气问题 那一位女士呢 她发现自己的这个燃气费用呢 非常的不合理 因为她独居 然后每天只有洗澡的时候才会去烧到燃气 也就是说完全不做饭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一个月的燃气费居然达到了130多的人民币 据这位女士自己说呢 她也是在这个免费更换了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燃气表之后呢 用气量才直接这样子开始翻的 其实燃气公司在跟她换这个燃气表的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说错嘛 因为确实是高科技燃气表 当时上热搜第一的这个tag呢 是女子称一个月光洗澡燃气费达130多元 我当时呢 点进去的时候还能看到 就是置顶的那一条是上万赞的一个博文 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然后当时没有截屏 就找不到 只说130多人民币 就是说可能还不太了解 就是不了解中国情况 可能不觉得这个燃气费有多夸张 中国呢 在正常情况之下 其实是冬天啊 一家三口每天在家里三顿饭 三个人天天洗澡 就这样反正是绝对到不了100人民币的 但这个女生她自己是独居 而且每天只有在洗澡的时候 才会花这个燃气的这个费用 就能跑到130多 所以如果表没问题的话 我感觉就是30左右差不多了 不过呢 南京这个燃气的事是 立刻就被压下去了 估计这个政府啊 或者说各方面它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已经自罚三杯了 再闹口就烦了 那为什么要说政府它只是自罚三杯呢 我们先来直观的看一下 之前爆出来的视频 就是重庆的燃气表是怎么跑的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放出来的是100度的开水呢 就怎么就能够烧掉这么多的一个燃气 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了之后 重庆的很多用户都开始 去发各样的视频来表示 我们家的这个燃气也是有问题的 那还有这个重庆的朋友就发现了 不只是燃气表高科技化了 这位朋友他还发现了重庆的燃气 异常户的这个燃气的进户管道 与这个燃气表的连接处呢 都巧妙的去采用了一个小口径的连接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天然气它在通过这个小口径的这个管道的时候 它的气压会增加 而这个气压因为这个拥挤增加了 上升了之后呢 它会导致那个燃气的那个表齿轮转的非常的快 那么数值就会跑得更快了 这个小口径的管子还有个特别洋气的名字 叫这个拉瓦尔喷管 它是由这个瑞典的科学家拉瓦尔发明的 但是是主要应用于这个航空航天的 这个火箭发动机领域的 谁知道这个重庆的燃气公司 居然用到了居民小区燃气管道领域 最开始说的那个政府自罚三杯 其实就是现在不是有调查组下来了吗 然后他们调查之后说确实存在多收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不承认 或者说他们说没有 就是这个燃气表有高科技 更不承认管道是有高科技 他们给了几个造成挫架的这个原因 基本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 就是基层查水表的员工工作不到位 他们这么说的 说他们错钞或者违规孤钞 还说这个燃气公司 它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 也就是说他们有些住户 有些小区是三个月一收 有些六个月一收 所以导致可能这个费用不太准确 或者怎么样 然后又说政策执行不到位 那你说执行政策的还不是基层员工吗 所以还是说他们的错 然后说这个换表的工作组织无序 说他们这个组织换表工作的这个人做的不好 然后说这个招聘的超表员不够数量 所以呢导致着超表员们这个敷衍工作 还是他们的错 然后呢终于说了部分燃气这个企业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 说来说去呢除了部分管理有问题之外呢 其他的全部都是基础工作人员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超表员 问题是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朋友们看了 就那个表的数字它那么跑就是非常离谱的 因为谁家的燃气表是那样子往上涨的 难道这也是超错了导致的 这也是继费周期混乱吗 然后他们就公开了这个处理的方法 说是退款 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全退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处理方式的时候 我是比较惊讶的 因为住户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具体真的用了多少燃气 又被多收了多少呢 他们发现这个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 实际呢他们可能一个家庭只用了50左右 但是呢他们就说是100 那估计住户呢也并不能够分辨出来 你这个数字差太多了 肯定能分辨出来 比如说一个家庭他一个月可能用了六七十七八十 但是呢他们说是100 那估计住户可能并不能分辨出来 这次被发现实在是这群人太贪了 他们不是多收了一点点 是一点点 而且肆无忌惮 但是所以呢具体会造成他们这种这么狂妄的做的法的这个原因呢 其实就像这位说的 展开了一场全民猜谜的游戏 重庆燃气这个燃气费暴涨到底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这是换了表之后 表的问题 有的说是表前头的管子的问题 也有人说这是后台可以改数据的 还有人说这个燃气里头掺空气的一个原因 但是经过我认真的一个思考呢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是垄断的资源和垄断的权力带来的傲慢 以及对用户的极度漠视 这才是重庆燃气背后的根本原因 我想重庆燃气的这些领导们在决定把燃气费的数据调高两三倍三五倍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傻到以为用户会发现不了 但是为什么还会这样去做 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行为中来分析一下 当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 有大量的用户在进行投诉 这个时候燃气公司的表态是什么 第一我的表是合格的 合格证从哪查呢 从我们官方的网站上 官方网站就是我的 也就是说这个表合格不合格完全是我说了算 而那用户说你说的这个表合格 我不相信我要拿去检测 不好意思 你要检测必须到我指定的检测机构 你检测别的地方 我不是不出索料 官方马上发布了一个 我们对表检测的结果 合格率百分之百 你说我指定的这个燃气检测机构 他检测的不准 准不准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我不但是燃气公司 我还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 我既是运动员 我又是裁判员 难道那些燃气公司的领导认为 他们发一个合格率百分之百的时候 草民们都会相信吗 当然他不会有那么天真 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做 说你行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不行你不行 行也不行 表现的淋漓尽致 去年四季度重庆燃气的利润率 暴增百分之八百多 他在考量用户的投诉 用户的不满的时候 一定会拿利润的暴增来做比较 燃气公司根本不在意 你用户的投诉 只不过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 他的事情竟然引起如此大的疫情 到这个时候 从XX到燃气公司都有点慌了 马上就组织了调查小组 入住了公司进行调查 到现在给到的一个结果 不痛不痒 误收的多收的费用退回来就行了 反过来想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 在我们的燃气表上 电表上 水表上去动了手脚 导致他走的更慢的时候 我们是盗窃国家财产罪 这是刑事案件 而像重庆燃气 他们这种有组织的 大规模的 肆意的修改数值 他是不是在盗窃 这全民的财产 这个数额有多少 到底他是违规 还是违法 还是犯罪 谁应该为这种事情 去承担责任 我觉得这些才是 值得大家去追问的 咱们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在这些年生活中 能感受到这种现象 已经多次发生了 我们的电表 发现走的越来越快 我们的水表 也发现越来越快 去年国内卖的电量 比发电量多了3000亿度 从我查到的资料 接到那种农村 偏远地区的电量 光线路损耗 能高达50% 在正大的损耗情况下 销售的量 能比发电量多3000亿度 难道没有人 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他也知道他在说谎 他也知道 我们知道他在说谎 但他仍然在说谎 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个悲哀的一个现象 通常我们大家会认为 关乎国际营生的 这些公共服务的事情 必须要交给国企 央企才能放心 如果我们把它交给私营的企业 这些以利益为核心的 追逐目标的私营企业 可能会去危害到大众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燃气 供水供电 这种基础保障服务 其实都是国企来做的 但是从我们现在 所暴露出来的 这个重庆燃气上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有 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 当我们把燃气的 供应的权力管到 这些东西给到某些企业 垄断了之后 是否能保证 它是央企或者国企 就不会去谋取超额的利润 随着重庆燃气 这个事情的发酵 各地的网民纷纷都反映 不光是重庆 我们都一样 天下苦燃气公司久矣 天下苦热力公司久矣 天下苦水电久矣 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力量 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说实话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我个人对重庆燃气的这件事 最终的结果并不乐观 我猜想大概率 这件事闹一闹 还会过去风平浪静 因为这件事情 背后牵涉到的利益太大了 很多事情 我们所有人都明白 但是只要说 这个资源是被垄断的 权力是被垄断的 背后就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 燃气公司利用燃气管道 和气源的垄断 你不用我的气 你没有第二个选择 利用对规则解释的垄断 很多地方的燃气公司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定 比如说 你要想买壁挂炉 不买我的壁挂炉 我就不给你通缉 或者说 你要是买别人的壁挂炉 想在我这通缉 要额外去交一笔费用 谁都知道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照样 毫无忌惮的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 这两年爆出来的 换了气表以后 燃气费暴增 换了智能电表 电费暴增 这早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 大家一直都在讨论 一直都在抱怨 一直都在投诉 但是从来没有引起重视 也没有得到改善 所以我说 重庆燃气公司这一次 只是犯了一个 大家都能犯的错误 假如没有疫情 我想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 就像很多事情一样 不管当时闹了怎么样 汹涌沸腾 过几天 风停两劲 我觉得这才是 这件事背后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改变不了这个 我们堵入了这个漏洞 但是它总会有新的 黑客机的出现 只要这种资源垄断 和权力垄断 带来的利益 远远大于它所承担的风险 这种事情 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并不是 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要靠自己的信誉 来获得消费者的投票 只要是想要长久经营的企业 必须把信誉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放到第一位 而不是做成口号 但是只要这些资源权力被垄断 你没有选择的资格 一切都是我说了算 垄断的资源和垄断的权力 带来的傲慢 以及对消费者的漠视 重庆燃气这件事背后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样 视频里的这个人 他说的是因为国企会想要去 收取巨额的利润 才这么做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中国其实水电燃气 他们的利润已经非常高了 我觉得根本上的 或者说大概率 这一次他们这么做 或者最近几年开始 这么做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国家要收税 对中国的政府 又需要更多的税款了 就是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中国人 其实对税是非常迷糊的 他们非常不敏感 这当然也是当局 故意这么做的 因为之前还有中国的网友 就最近在这个苹果的官网 买了手机之后 他收到了苹果的一个税单 他吓了一跳 他就发帖问 我天这是什么 居然还有交税吗 我当时真的是哭笑不得 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沃尔玛 他最开始进驻中国的时候 你每次去购物的时候 那个小票上面都会标注 什么什么税 什么什么税 后来才发现 中国政府原来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然后沃尔玛才取消了 我觉得沃尔玛作为一个美国企业 可能当时都懵了吧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应该是收了什么样的税 都必须是要公开给消费者的 即使是现在 中国的大部分人 都觉得自己日常 根本就没有在交税的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根据收入和 那个交出去的税收比 实际上中国的税收 应该是要超过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的 包括福利发达国家 除了这些每天融入在中国人 日常生活中的隐形税之外 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收税 就是水电燃气这些能源 因为他们就垄断了嘛 然后又是必需品 那全中国你是个人 你就离不开这些东西 所以呢 如果说他们需要在 再多收税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是悄悄的提升 这些东西的价格就可以了 不像其他的国家 收税是收税 就是收税本身 那么贸然去多加点名头 再多收税的话 民众可能就要闹了 但是中国呢就不用 他们只需要在这些 自己垄断的各种领域 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所以无形之中呢 像这种临时的多加税 他们其实已经收了 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中国人民 是完全蒙在鼓里的 这其实也算是专制政府 它独享的一个好处 在这个自己国家生活的人民 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 就把这个税收了 然后就不会引起 任何的动荡和问题 就像这次重庆燃气 大家可能还觉得是 政府垄断啊 为了赚钱 为了利润 这个燃气公司才这么做的 但是 很可能是政府需要钱了 然后有一个网友 他吐槽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位同志你好 我想问问你 咱们中国人对 哪个数字最钟情啊 我觉得应该是数字四 为什么呢 你想啊 我们有四大名注 四大名蛋 四大名博 四 四 我接下来说的这个 可能不准啊 没关系 四大名表 四大名表 对呀 哪四大名表 水表 带表 加油表 这还差一个呢 还有一个最近多活呀 什么 说的可真是太对了 中国这四大名表啊 比什么瑞士表呀 什么手工制作的 什么大师之作啊 那都跪的多了去了 相比起来那些名表 确实都训报了 中国人现在只能这样子调侃 自嘲 因为他们确实也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很多觉得当局有人贪污 或者是监管不给力 或者是燃气公司有靠山啊 然后叫大家分钱啊 但是这真的不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独裁专制的根本问题 其实就是权力太大了 他们还以为是当局的权力不大 然后让下面的这些人钻了空子 管的不好才造成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确实就是因为权力太大了 像这种四大名表 其实只要放开竞争就可以了嘛 就这么简单 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像这样子 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的这个情况了 一旦你开始竞争 不只是自己家的公司要做的好 你去争取客户 因为对手也会想办法去打这个公司 那这些公司在这个圈子里面竞争的过程中 实惠的其实就是本身的用户了 就算真的有看到了这一点的中国人 依然是出了发泄不能做任何别的事 那国家想收的这个税款 还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收到手里 那现在官方的调查组也说了会退的 虽然说是会退 但是根本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是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而这个重庆的燃气公司 又到底从中获利了多少 这些钱去了哪里 也就是说老老实实全退 基本上就是在白日做梦了 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官老爷呢也已经是自罚三杯了 其实就只是摆出来了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说呢批民们就该跪下歇恩了 就不要再多说话了 中国朋友对这一套的处理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那我其实也很想问一下台湾的朋友 就是像台湾政府如果像遇到重庆燃气表 这种乱收的这种现象 会怎么去做 就也是勒令这个燃气公司退款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说就是需要有人来负这个法律责任 来尽不过来 再见 Genness 有些金东西 喂 找个eller 你要 sore 啦 即